开大货车的丈夫突然在凌晨五点打电话给妻子 说想孩子和他了 妻子察觉不对 追问丈夫到底怎么了 丈夫说出了实情 妻子瞬间累崩 恨不得马上飞到丈夫身边 丈夫是个货车司机 常年在外开货车奔波 有时候想妻子和孩子了 也只能通过视频 一解相思之苦 但是丈夫从来没有在凌晨五点给妻子打过电话 因为丈夫很疼爱孩子 知道孩子这个点还在睡觉 所以丈夫在这个时间打电话 妻子就感觉很奇怪 妻子担心的问丈夫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可是丈夫抽着一根烟 笑着说 没事 我就是想你和孩子了 想看看你们 我爱你老婆 丈夫突然的告白 妻子虽然很开心 但是她意识到丈夫从来没有这样过 怀疑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就追问丈夫 到底怎么了 不要吓自己 丈夫这才坦白的说 刚才车上的货倒了 货物直接砸到了驾驶室里 从身边擦着过去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妻子听后心疼坏了 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 连忙追问 那你有没有受伤 你还好吗 丈夫摇摇头说 我没事 你别担心了 别哭 原来男子劫后余生 想到如果自己刚才遇难了 妻子和孩子可怎么办呢 那一刻 他无比的想念妻子和孩子 也庆幸自己还活着 而妻子边擦眼泪边说 你不是骗我吧 丈夫转动手机镜头 让妻子看车祸的现场 看到驾驶室被砸破 看到车子侧翻 妻子哭得更加伤心了 妻子觉得丈夫一个人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当时该有多无助啊 只恨自己没长翅膀 帮不了他 这事也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说 人没事就好 钱没了 可以再赚 也有网友说 我感觉开长途大火车的男人 是最有担当 最坚强的男人 他们常年见不到老婆和孩子 但是为了生活 只能自己受苦受累 让老婆孩子吃好穿好 还有网友说 驾驶员真的很辛苦 生活不易 男人在外闯荡 只有最难最无助的时候 才会对自己最爱的人说 我想家了 的确 即便是劫后余生 丈夫也是强诊思念 把事情处理好之后 然后强颜欢笑的给妻子打电话 不想让她担心 这个时候 丈夫也还是想要自己扛的 这就是男人 一个人默默地扛起了一个家 为妻子和孩子遮风挡雨 苦永远是自己吃 即使心里再流泪 面对老婆 还是一张笑脸 家是生活最好的港湾 愿大家今后的生活 都能万事顺遂 平平安安 都可以运动 凌亚